沒錯啦 開出來就是這樣的 有一瓶墨水和一瓶筆 先看看這瓶墨水 哇 膠瓶裝來的 好 這瓶呢 這瓶什麼名堂呢 你看到貼紙你也可能會有一點印象 沒錯啦 這一瓶呢 就是鳥魚Nudels Inc 出的天安門墨水 開開看看 沒錯啦 深紅色的 不過就可能認得不清楚啦 不過它是深紅色的 一會呢 一會呢 就會試寫的 不過現在轉了膠瓶裝之後呢 真的不得不承認 它真的有點噁心 不過不要緊啦 說真的 因為它夠便宜 還有NATAN也沒辦法的 它沒有供應 給它便宜的玻璃瓶也沒辦法 好了 輪到一支筆了 這一支呢 哇 就是我期待了很久的Naponset 那它呢 這隻顏色叫John Moon 其實呢 它呢 這一支呢 其實就是acrylic的 即是阿雞膠的筆桿來啦 還有我看它呢 這個大理石紋都蠻漂亮的 所以我選了這隻顏色 那它跟其他那兩支 它跟Noodless其他那三支 Creeper Conrad 跟Ahab有什麼分別呢 那其實呢 內有田坤的這支筆 所以它買到75元美金是有它的原因的 你看看這隻尖 對啦 沒錯啦 那它呢 其實這隻尖 其實是叫陰惡尖 有什麼特別呢 你看到啦 我們平時的鋼筆只有一條縫 那其實呢 它呢 只有兩條蜜縫的 那其實呢 它呢 就有兩條蜜縫的 這裡一條啦 旁邊那邊還有一條的 還有呢 它呢 音樂尖之餘 它還要是彈尖來的 所以呢 你給一點點力壓下去呢 它是開的 它受到力的 還有呢 我一壓呢 你就會看到 有三邊Nip Tines的 兩條蜜縫有三邊Nip Tines的 主要就是這一點就令到這支筆 可以買到這麼貴 那其實它內籠呢 扭出來啦 內籠裡面呢 其實呢 跟這個A-Hab 是差不多很多的 都是用這隻上墨器啦 都是 嘩 很難扭這個 都是這樣扭出來 啊 我弄了手筒 都是這樣扭出來啦 跟著呢 這個上墨器呢 其實都是拉桿 都是這個Piston Type來的 就不像其他牌子的上墨器是扭啦 這隻是直接抽的而已 但是大家都知道 廉宇啦 Noodles Inc 呢 它那些筆呢 有個特性 很醜的 那呢 所以 大家用之前呢 就記得要洗筆先啦 好啦 那現在就說洗筆了 那呢 其實呢 跟之前所說的A-Hab 就差不多的而已 那首先呢 就要扭開這筆先啦 扭開那筆身啦 然後呢 就扭開這個 這個上墨器啦 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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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搞定了這個上墨器先 那呢 其實呢 呢 其實呢 這個 後面呢 這個 這個 黑色這個 這個 Twisting Knob呢 這個扭鍵呢 這個扭鍵呢 就扭得開的 那呢 扭開了出來之後呢 那呢 就把整條活塞 移進去 這樣呢 就脫了出來的了 這樣呢 這樣 那到這個扭鍵呢 那這條管呢 叫Breather Tube 那呢 扭了它出來就可以了 扭的而已 哎呀 彈走了 然後呢 這個 筆尖和筆蝕 其實都是一樣 一扭就可以了 搞定 好 那就洗了 那呢 其實呢 為什麼臉魚筆會臭呢 其實呢 主要是因為 其實它裡面的機油呢 就殘留在一支筆那裏 整的時候呢 放了一些機油的 那就留在一支筆那裏 那我就要搬了我那些筆的零件下去 來到這個星盤那裏 那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呢 在星盤洗筆的時候呢 記住記住 一定要塞住出水口先 要不然呢 掉了一支尖下去 你這支筆就完結了 OK 那還有個實力墨器啦 還有條管啦 那呢 其實怎麼用呢 其實呢 就要找全家庭去油那樣東西啦 那我就用洗潔精的 那我就隨便找法律法潔布 然後呢 就擠一些洗潔精 那其實就好像洗碗那樣而已 那例如條活塞啦 就擠一下它啦 然後那個筆舌呢 又擠一下它啦 總之拿全家庭去油那樣東西來 來洗筆呢 就可以了 那你可能會說 洗完筆 那那些洗潔精靜了在這裡 那麥水就混合了 就雙筆咯 那其實你就可以過多幾次水的 那其實又說真的 如果你不用筆的話 那些機友留了一支筆 那其實呢 你立刻上墨的話 其實都是會失筆的 那這個筆身呢 那筆身呢 那筆身呢 因為它是acrylic 這個雅加力膠的關係 那我就可能會親住它啦 那就用海綿那邊刷就算了 那這個... 那蓋子也是啦 那這支筆就比較長身的 那可能如果想買個筆套 套著她的朋友就... 就可能要小心選啦 因為它又粗又長的 接著那個額位啦 那那個額位呢 我就可能會特別照顧它 加多一點細節精進去的 接著呢 就拿一支棉花棒 搓一搓一搓 切會成功 搓一點水先啦 就拿一支棉花棒 通通壓位啦 因為有些位其實是... 去油呢...其實真的要搓的 就不以為你加了一些細節精 這樣它會自己做回應五位的 是真的要給一點點力擠的 又例如那筆蝕 那筆蝕我也是... 這個筆尖來的 都做了一擠 那筆蝕我也是會特別照顧它的 那麼擠多一點點洗潔精 拿著那個筆蝕 塗多一點點進去 還有這個筆蝕 放近一點點看看能否焦點 其實它也是有兩條墨坑的 它也是有兩條墨坑的 因為可以適合它 有兩條縫 出墨就多很多 雖然這一支是一支彈尖的鋼筆 但是你又不要期望它 真的可以幫你寫到書法 因為彈是一件事 但是其實你寫書法 是需要用到一些不同的... 就是字體要求你不同的角度 那所以呢其實呢 一支直的鋼筆 是幫你不到的在書法上 或者你可能會寫到一些... 有線條變化的鳥草字 是很有趣的 是的 但是它就幫不到寫書法 寫書法來講 而且賞脈器 尤其是裝脈水的部分 還有那條... 那條...那條...芋塞 我都是會特別照顧的 內籠的東西我是會特別照顧的 剛剛還沒插那個 Reservoir 加一點水 又通一通 極端一點可以直接擠進去 擠洗潔淨進去 之後再插 加一點水 外面也插一插 然後是護室 然後就可以沖水了 筆蓋先沖 這個筆蓋也沖一沖 額位也過一過 Reservoir又沖一下 筆蝕也要沖一沖 筆沾 這樣 還有一條管 條管也挺重要的 因為上墨的位置 主要是靠那條墨管 沖墨上來 那些水我就不會倒住的老實說 就測試看看有沒有什麼部分還沒拿上來 這個在這裡 按壓位 筆尖 然後筆尖 然後筆尖 然後上墨器 Reservoir 條活塞 還有扭制 還有條管 應該齊數的 你說怎麼砌上去的呢 筆 首先你要 把 筆蝕 哎呀 有些紙巾水 還有棉花 棉花 那你要把筆蝕 有墨坑那邊向上 然後搭筆尖上去 搭上去 之後 拼乾一點水 然後就把 你會見到 壓位呢 它有兩層的 裡面那層你會見到 上面有個平一點的位置 是讓你擺筆尖的 筆尖就是那個位置 然後塞進去 搞定 哎呀 那其實呢 我這個就錯誤示範了 其實呢 你會見到 筆尖中間那兩條縫 中間 但是我的筆尖是歪了 這個是一個錯誤示範 那就應該小心一點 這樣就對了 那進入的時候呢 你可以兩隻手指 貼住 筆尖的肩膀 叫肩膀 這個位置 輕輕力 輕輕力好了 慢慢塞進去 中間啦 中間的筆尖好像再進一點也沒問題 就是這樣 如果要收拾的話 其實我也是歪了一點 不過待會擦乾水的時候呢 再收拾也沒問題 那麼呢 上墨器又如何呢 有這一份儲水這一部分 就放了活塞 在闊口這邊放進去 這樣放進去 然後呢 那上面這個活塞的那道瓦呢 就放回這個扭按鈕上去 那就放得進去 嗯 那個膠好像有一點點事 我稍後再看 這樣啦 那接著這個管呢 這個管呢就要塞進去那個筆尖的 你會看到的了 中間呢有個洞的 那些光不夠啊 總之呢 那個筆尖其實中間有個洞的 那就拆回這個管下去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 那接著呢 那其實呢 這個活塞中間 這條管呢其實是空心的 有個洞的 通洞的 那呢 就放回那條管下去 就扭回上墨器 搞定 你看到那條管呢 是伸進去上面 這個活塞這條管的 那就對的了 跟著最後就扭回那個筆桿啦 跟著呢就扭回那個筆蓋 搞定 好那講完刷筆和洗筆之後呢 之後呢就會上墨試寫的了 好那就介紹了我這支 Neponset之後呢 那也都教了大家怎麼拆筆了 那就是時候試寫了 那一路試的時候都可以說回 其實這支筆的淵源啦 那這支筆呢 他的名字就叫Neponset Neponset這個名字其實跟 Neponset的 Neponset這個名字呢 和 Neponset本人呢 Neponset Neponset這個名字呢 就在這個 美國的馬薩珠塞州這個地方成立啦 那這樣呢 那有幾大關聯呢 那其實呢 馬薩珠塞州這個地方呢 有一條河呢 就叫Neponset 那就此其一啦 第二呢 話說呢 他 他阿爺或者阿公 Grandfather 他早兩代的阿爺或者阿公 那其實他呢 當年1929年的時候呢 就有一間做飛船的公司 那其實那間公司第一隻飛船呢 又是叫Neponset 還有 對啦 所以也都令到 NATAN TARDIS本人呢 就 跟Neponset和馬薩珠塞州呢 其實也有一個 關聯在這裡啦 所以其實呢 他每支筆或者每隻墨水呢 其實都有他背後的故事 這樣 那就說回這支筆了 那其實呢 他就是 彈尖的音樂尖筆啦 所以呢其實呢 他呢 就可以壓筆的 不過啦 我這支筆就沒有改裝啦 那所以就變了 他出墨量可能就 差一點 那如果你發覺寫的時候呢 那些墨水不太出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抽好小墨而已 這支筆就能推上這條活塞 我都不敢那麼大力推 因為呢 如果太大力的會推到整個桌子都是的 用一點點音力溫柔一點 我不敢那麼大力 推前一點 那如果活塞筆的話呢 那活塞是扭的話呢 就方便一點 那如果推這支呢 你想把墨上去的墨就比較麻煩 那好像我這樣呢 這個呢就是一個fail的示範 你看呢 墨水就出來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試一下 那就可以試一下 那個出水了 也稍微近一點 那頭兩筆我就不用力了 那就可以用一點力了 那就可以了 之後呢 再可以壓大力一點點 因為呢它有三邊Niptimes 還有兩條縫的關係 所以你看它呢 火車軌的狀況也很奇特的 那就可以了 還有呢 如果你覺得它出水太慢的話呢 你就可以試一下寫慢一點 那就 方便它出水 你看到呢 火車軌的狀況呢 會一半出到水一半出不到水 這個是其他筆是沒有這個狀況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那另外說回這隻墨水呢 這隻墨水就叫天安門墨水 那東西 沒有這個狀況 就像那顆尺寸一樣 汗寫過沒有的狀況 你都未必需要用盡它的彈力 其實你用一點點力壓它 其實就已經出到一個比較 線條就已經有變化了 就未必需要壓到它這麼盡 還有講一下彈尖 其實所謂彈尖是有點彈性 其實都僅限於向下的筆畫 我們稱之為Down Stroke Down Stroke的時候才會用到這些彈力 向上的時候 向上筆畫的時候 就千萬不要用力了 譬如寫一個A字才算 世界A 其實呢 向下的筆畫才能用到彈力 這樣的 例如B字 也是向下的筆畫才能用到彈力 如此類推其實也是這樣的 D字可以多一點變化 可以這樣寫也可以 你喜歡一條過也可以 就是這樣了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吧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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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